接下來這一組 不浪費青春該睡覺的時間 絕對不睡覺了 那他們在蓋什麼 來 愛麗絲以及紀普欣 我先講好了 因為我睡覺前就是 我洗完澡之後我通常就會抬腳 因為一整天有時候腳會水腫 或是工作久站 所以我一定會抬腳 可是我又覺得 那個瓶瓶罐罐的保養有點麻煩 所以我就會 我就會敷這種一片式的面膜 他就是幫你把化妝水乳液跟 就是精華液全部就是多效合一 然後再加唇膜 就是唇膜 就是可以幫你去角質 讓你有嘴唇很嘟的那種 他也有 對 那個真的很好用 然後我睡覺前就會這樣 然後放空 然後抬腳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有時候就是在踩一下腳踏車 但通常有時候會半途而飛 就會覺得很累 就會這樣子 紀普欣是 我也是有時候會抬腳 就是如果踹高跟鞋一整天 腳很痠的話也是會抬腳 然後再來就是我有這個 滾輪 對 我會就是邊滑手機 邊看劇 然後邊這樣滾我的臉 手都不會痠喔 一邊拿手機一邊滾 應該定格吧 手機邊滾 因為我沒辦法就是 我沒辦法就是專心的這樣按 我會覺得很無聊 所以就一定要邊看劇 然後邊這樣子 再來就是 這是我很喜歡的乳液 就是我會擦我的身體還有腳 然後它的味道就是 它是那個英果梨 就是這是我很喜歡的味道 對 因為我在乳液上 我比較不會去著重說 一定要美白或是去攪拾什麼 就有點懶 妳就是一定要香 對 我喜歡這個味道 很香的露水 可是有的時候的香味 會嗆到真的越來越露水 就是越來越有精神 對 很心酸的感覺 反正他們也不睡 不行 還是要睡 妹妹還是要睡 還是要睡 不要像姐姐一樣 要睡就睡不著了 妳過兩年不睡的報應就在臉上